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到达天堂明堂景区 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 天堂明堂我们参观完毕 后面开车两个多小时 到三个小时 到焦作云台山 我们今天看看时间赶得及的话 我们就把门票给大家换出来 之后我们晚餐进酒店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 今天河南古都之行 第一天来到龙门石窟 现在我们要去搭电瓶车 前往龙门石窟的景区 这里有飘务中心 飘务中心的前面就是拉电车的位置 来吧 走吧 走 来 你看看这样子风景多好啊 我们要倒退 努力的风景 但是现在要倒退 现在我们来到了龙门的景区下 电瓶车我们就来到景区了 这里就是龙门石窟的入口 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准备进入通道 进入检票口之后 我们就由来这里集合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了 怎么说是伊核 龙门石窟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 南郊12公里处的伊水两岸 是中国三大石客艺术宝库之一 这些石窟主要开凿于北魏至北宋的400余年间 至今仍存有2100多个窟刊和十万余尊造像 悲客提计3600余品 多在伊水西岸 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省 唐代书法家楚岁梁所书的伊缺佛刊之碑 则是出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非常精美 特别是唐代的卢舍纳大佛 展示了当时高超的雕刻记忆 此外 石窟内还有大量的碑壳提计 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卫碑的精华 前方那座寺庙就是香山 还居于在那里隐居了很多年 现在看到这个石窟就是龙门石窟 等一下从这里爬上去 龙门石窟应该是个统称 这里有很多东西 龙门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时期 当时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成为思想本质的重要支柱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开始在龙门开凿石窟 这一工程持续了数百年 历经东魏 西魏 北齐 周 隋 唐 古代和北宋 朝代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艺术保护之一 同时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保护之一 与甘肃敦煌墨高窟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等中国著名石窟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根据魏书记载 龙门石窟开凿于云岗石窟之后 这一时期北魏统一北方 外来的宗教佛教成为思想统治的精神支柱 为了控制中原地区 太和18年 494年 孝文帝将国都平成 经山西大同 迁于洛阳 499年 魏孝文帝去世 北魏宣武帝即位 仅明初 五百年 魏宣武帝召令在龙门 故乘一缺开凿石像 此后在东魏与西魏 北清与北周 隋 唐 黛 北宋 明都有修复和续作 其中以北魏和唐黛的开凿活动规模最大 长达150年之久 古阳洞是北魏时期的代表性洞窟 内有大量精美的佛像和浮雕 冰阳洞也是北魏时期的重要洞窟 内有三尊大佛像 雕刻记忆精湛 莲花洞以及精美的莲花糊调耳朵 是北魏晚期的代表性洞窟 更先是前代的代表性洞窟 内有如舍纳大佛 高达17.14米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 龙门石窟自建造以来 受到的人为的稻凿破坏十分严重 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使石窟蒙难 清末和民国初年的邮寄史料记载了 当时石窟造像被倒严重 此外 民国政府未从南京迁都洛阳 修建龙门西山下道路时 也炸毁了大量的山路不坎 由于战乱管理空虚 1930年代到1940年代 龙门石窟造像受到了疯狂的盗凿 许多头像 碑刻 胡雕碑日本 美国的文物商人收购 龙门石窟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破坏 特别是在清末和民国初年 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 近年来 当地政府和国际组织 对石窟进行了多次修缮和保护工作 确保这一文化遗产得以保温 现在来到了这个万佛洞 从这里走上去 龙门石窟规模相当宏大 窟内造像雕刻精湛 内容题材丰富 它以自身系统和独特的雕塑艺术语言 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中的各种规律和法则 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 尖陀罗和莫陀罗的艺术成分 但龙门石窟则远程印度石窟之艺术 禁忌云钢石窟之风范与魏晋和南朝时期 先进深厚的汉族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 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 融入体现了汉族的审美意识 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趋势 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龙门石窟因为满足世界文化遗产下列平定标准的灯幕 人类艺术创造力的杰出表现 是对悠久历史的艺术形式的完美展现 在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对中国唐朝高度的文化水平和成熟的社会的展现 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刊展现了 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年到907年期间 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 这些详实描述活教中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 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这些详实描述活教中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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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窟 最大佛像卢舍纳大佛就坐落于此 这一区域主要以出唐大象堪为主 早见于唐咸宏三年 672年到少元二年 675年 奉仙寺的卢舍纳大佛 位于龙门石窟的西山南部山腰 是龙门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雕像之一 这尊大佛高达17.14米 佛不高4米 多唐一可一米 卢舍纳大佛的名字来自泛尼 以为光明达证 象征住佛教中的智慧和光明 这尊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刻的 雕刻于唐高宗贤亨四年 公元673年 历时三年九个月完工 卢舍纳大佛以其神秘的微笑和祥和的面容著称 被誉为东方蒙娜丽莎 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墨高窟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它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2.5公里处的龙门来 两侧峭壁对峙 衣水从中流过 宛如一道门缺 因此又被称为衣缺 唐代以后 这里多被称为龙门 这里交通便利 风景秀丽 气候无人 是文人默克的游览圣地 由于龙门石窟所在的掩体实质悠然 世和雕刻 古人选择再次开凿石窟 石窟始早于北魏孝文第十期 西元471到477年 历经400余年才建成 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 龙门石窟南北长约一公里 现存1300多个石窟 2345个窟刊 3600余品提计和碑客 50余座佛塔 以及97000余尊佛像 这里就是龙门石窟的出口 这里出去就是离开了 出口之后往右边行走 会过这个大桥 这个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往白基域沐沿的方向 他进出车回东北服务区 回到了东北服务区 准备搭车离开前往用餐 中午来食民粗粮小厨用餐 吃完饭后我们接着来观念参观 这里就是观灵 观灵选择大广场 这里就是埋葬关羽头鲁的地方 以前孙权的吕蒙偷袭金之后之后 关羽被俘虏变想关羽不要 所以孙权就杀了他 他为了嫁祸与曹操 把关羽的头鲁献给曹操 可是曹操知道这是孙权的诡计 所以后葬了关羽的头鲁 其实曹操跟关羽感情非常的深 曹操非常敬佩关羽 关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七公里处 是中国和海内外三大关庙之一 这里相传是埋葬三国时期 蜀汉名将关羽首级的地方 但田福生考证认为 关庄村关羽墓才是埋葬关羽头鲁之处 关羽是明万里年间建的四次场所 关羽始建于明万里年间公元1592年 清乾隆时期进行了扩建 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关羽的建筑规格按照宫殿形式修建 布局严谨壮观 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种 庙 零三四合一的古代经典建筑 当时建庙并种植松树 古百苍玉 殿与堂皇 龙种巨碑 气象悠然 是洛阳市著名的古建筑和游览圣地 观陵战地百姆 殿与狼五150余间 古碑刻70余方 石方四座 大小狮子110多个 古百八百余株 主要建筑包括大门 宜门 永道 拜殿 大殿 二殿 三殿 石排方 临碑亭和棺木 观种石余汉墨 明万里年间始建观陵 清朝康熙四年 夹封关公为帝后 观陵大殿中以帝制 塑造关羽的金身帝王像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塑像被毁 现存的塑像是1986年仿制的 观陵不仅是祭祀关羽的场所 也是历代文人默克的官游圣地 每年这里还会举办 观陵国际朝圣大典 吸引大量游客和信徒前来参拜 词词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就是五虎殿 這裡供奉蜀宗的五虎將 就是關羽 張飛 趙雲 黃宗 馬超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漢壽亭侯墓 這裡就是埋葬關羽頭顱的地方 當年春前把關羽的頭顱送給曹操 曹操就失破他的詭計了 不過曹操非常的敬畏關羽 所以他就幫他造了這個墓 以王侯將相之禮安葬塔 我們離開關羽之後 接著來明堂天堂參觀 明堂天堂的正對妹妹 這裡就是印天門 這裡就是明堂天堂的入口 隋堂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位於河南省洛陽市 在廣闊的隋堂洛陽城遺址群中 明堂天堂亦被稱為紫薇宮的核心所在 明堂是唐朝洛陽紫薇宮正殿 是武则天執政的皇宮正殿 又稱萬象神宮 天堂是武则天的皇家礼佛堂 也叫通天覆途 在當時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高的建築物 天堂明堂景區市 隋堂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的一部分 這裡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禮政 禮佛和生活的重要場所 這裡就是武则天處理政務的地方明堂 這個明堂是修復後的 明堂是唐洛陽紫薇城的政殿 號稱萬象神宮 這座建築是武则天稱帝吉禮政的地方 外觀位三層台積 內部分為兩層 尚為八角輾尖屋頂 明堂內部裝潢華麗 金碧輝煌 充分展示了聖堂時期建築的高度水平 明堂是建築始建於公園688年春 由武则天主導修建 是唐洛陽紫薇城的政殿 號稱萬象神宮 坐下來電梯這一樓的位置 這裡就是他的明堂遺址 明堂是武则天稱帝吉禮政的重要場所 外觀位三層台積 內部分為兩層 尚為八角輾尖屋頂 明堂的建造始於唐高宗永徽年間 但真正的建設是在武则天時期完成的 武则天是明堂為自己的天命的標誌 隔王朝國運的象征 因此對其建造極為重視 明堂的建築結構非常獨特 底層方形象征四季 中層十二邊形象征十二時辰 上層二十四邊形象征二十四解氣 頂層只有金凤 象征皇權的至高無上 明堂不僅是武则天理政的場所 也是舉行重大禮儀活動的地方 這裡的建築風格和裝飾展示 聖唐時期的高度建築水平和藝術成就 武则天本名武招 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承認的女皇帝 她出生於併州文水,經山西省文水縣 十四歲時入宮 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號五妹 武则天在唐太宗駕崩後 依照後宮規定,替法出家為尼 後來,唐高宗李治將他重新召回宮中 並立為昭仪,最終成為皇后 武则天在唐高宗患病期間 逐漸掌握實權,並於690年自立為皇帝 建立武州政權 他在位期間,積極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 提拔有才能的人士,並加強中央集權 武则天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政策 促進了唐朝的穩定和繁榮 他大力支持文學和藝術 促進了唐代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武则天重視農業和水利的經濟建設 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705年,武则天被迫退位 恢復唐朝,由唐中宗李顯繼位 他退位後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性太上皇 並於同年在洛陽上陽宮去世 享年八十一歲 離開明堂緊接住前往天堂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天堂 武则天在這裡禮佛的地方 天堂是武则天的御用禮佛堂 整體建築為仿堂風格 外觀五層,內部九層 總高度於八十米 這座建築象徵著女皇九五之尊的地位 內部裝飾奢華 包括巨型水晶燈 金雕壁畫和金光閃閃的彌勒佛像 這就是最頂樓 這是天堂的最頂樓 地九樓 天堂是武则天的御用禮佛堂 象徵著至高無上之堂 天堂建於武则天時期 據朝野千載記載 天堂高一千尺 這座建築在建成七年後即被燒毀 但其遺址仍然保存至今 天堂的建築結構非常独特 整體為仿堂風格 外觀五層,內部九層 總高度於八十米 這座建築象徵著女皇九五之尊的地位 內部裝飾奢華 包括巨型水晶燈 金雕壁畫和金光閃閃的彌勒佛像 天堂不僅是武则天禮服的場所 也是展示圣唐時期建築藝術 和文化成就的重要遺址 這裡的建築風格和裝飾展示了 唐代建築的高度水平和藝術成就 探觀完明堂天堂景區 我們就離開洛陽 走連貨高速公路前往交錯雲台山 車程距離約有二小時 好各位,我們車子再向前走 會進行地上的跨越 我們有多次看到我們新河黃河 這次我們要從黃河的南岸 進入黃河的北岸 黃河的南岸是河南 黃河的北岸,當然就是河北 當然這次是黃河來劃分 不是省政辦 在黃河的北岸 比如說,河南的起源 焦作、西鄉 還有鞍陽、鶴壁、胡陽等 都還是歸河南來管理 來管理一下 那這段黃河是黃河的中游 中游相對來稱黃河的河道 在我們的左手向上 大概有個十幾二十公里的地方 就是萬里黃河上最大的一個水墓 小浪底水墓 那小浪底水墓建成之後 讓黃河下游的往前 游所提升 不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黃河三年兩 有可能的雨淡的狀況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黃河 各位 坦然想像這邊的黃河看起來 好像比淡水河還要輕 對不對 那左手向上的上 我們在哪呢 在那個山西、山西交會處 要看到這個黃河 那邊黃河的什麼顏色 水特別的黃 為什麼一條河水的顏色會有不同 其實黃河大概經歷了這樣子的變化 青海 這一段的黃河 它是屬於高山的雪水潰激 那個水是清澈漸體 黃河要進入內蒙 寧夏 宰西 山西 這個地方是黃河 高原地區 大量的泥沙會入 水的顏色 流青 變濁 而且呢 它在流經 峽谷地帶的時候 流速較快 泥沙含量比較大 很難的沉澱 它進入三峽部區 水溝 小浪泥部區 還是水溝 水溝流速減緩之後呢 泥沙沉澱 水的顏色又改變 黃 變青 就是要用那種清水的 來不斷地 衝刷下一個這個河闖 那咱會說呀 你現在 估計在這個低沙組辦 每年呢 在6月份 都會有調水調沙的 這樣的一個 試驗 當我們今年的調水調沙呀 已經結束了 我上一團呢 他們呢 來的時候剛好遇上 調水調沙 一年大概10天到15天左右的這個時間 是用人工的方式 用電腦計算 水的 水的 海沙底 重新的這樣一個配置 加上它的流速 這樣的這個水流啊 第一可以帶走 回去的泥沙 那 還讓給泥沙呀 不再一下子就沉澱 這裏是啊 我們人類治理的 高寒沙量河流 中的這樣一個創域 那 我們呢 現在呀 是在 河 北面 這邊有一個區 叫吉利區 還是屬於我們洛陽市管理和管轄 焦座市位於中國河南省西北部 北一太行山 南陵黃河 這裡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擁有豐富的歷史遺跡和自然景觀 焦座市交通便利 擁有焦座站和焦座西站等五車站 著名景點有 雲台山 青天河 神農山 陳家沟 家印關 圓融吳愛產寺 焦座市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 和三千年的建成史 古城山陽 淮州 淮慶 這裡是司馬懿 韩裕 李商银等歷史文化名人的庫裏 焦座市在二十世紀初 因煤礦開採而迅速發展 成為河南省重要的工業城市 焦座市擁有多處國家五位級旅遊景區 包括雲台山 青天河和神農山 雲台山以其壯麗的山水景觀 和豐富的生態資源而文明 是國際地質公園 焦座市保存有培里港文化 養燒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 這裡還是太極泉的發源地 成家溝是太極泉的重要傳承地 隨著煤炭資源的枯竭 焦座市逐漸轉向旅遊經濟和現代服務業 這裡的社會經濟成功轉型 被稱為焦座現象 好各位我們下高速之後 再有幾分鐘就到雲台山的停車場 雲台山停車場 我們車停的位置就是西遊間 大家可以去西遊間 也可以稍微向前走一點 雲台山也有比較適合拍照的地方 等於像我們開完道之後 還回到我們巴士車上 那今天的這個時間呢 已經沒有辦法跟我們來參觀 在山內景區 我到這邊給大家買完程車了 我們就直接到回到酒店 我們今天晚上是在酒店裡面來用餐 也是入同一家這個酒店 我們等一下西遊間的地方 也有西遊間 大家可以去西遊間 我們去西遊間 今天還回到我車上 我先請大家來辦比較 現在我們來到了雲台山世界地質公園 前方那座山就是雲台山 它的山勢相當的漂亮 而且尖銳 讓我這個爬山魂 頓時熱血沸腾 真的想爬上去看看 今晚入住雲台天街酒店 現在我們進入房間 今天來到飯店比較早 前幾天每天都超過晚上八點 這是今天入住的房間 房間也是蠻好的 窗外就可以看到風景了 吃完晚餐後 步行來飯店附近 按上服務區夜市走走 在這裡體驗截然不同夜市風情 與當地的特色小吃美食 好了 美食 美食 好了